请下达下一步指令 报告 可可粉已经就位 请下达下一步指令 不累不累 就是些瓶瓶罐罐 我只是稍微变小了点 还不至于对付不了他们 开始制作巧克力 真的就直接下达命令了 居然都不给些阶段性奖励 我好像刚才推罐子的时候闪了下腰 这下怎么办 我没有要姐姐亲亲抱抱才起来的意思啊 等等 等等 头发要被揉成鸟窝了 摸头杀可算不上奖励 杨 你怎么突然转移公式了 居然一只手摸头杀 一只手挠我痒痒 等 等一下 差不多该收手了 我 我输了 求饶还不行吗 还真是领绿到什么叫做 被玩弄在鼓掌之中了 我现在手无腹肌之力 只能放弃挣扎 任人拿捏揉搓了 好了 我已经躺平准备完毕了 别光顾着笑了 稍微理睬一下成大字 躺在餐殿上的我嘛 能稍微再靠近一些吗 从这个角度看 整个天空 都好像被你的笑容填满了 这就是你给我的奖励 那我就收下了 身体变小了还真是不方便 连简单的搅拌都帮不上忙 姐姐 已经搅拌了半个小时了 手一定很酸吧 要不要休息会儿 就当是稍微陪一会儿 受到冷落的我吧 明明说好一起制作巧克力的 但我只能替你打打下手 甚至还好几次被脸盆扣住 只能向你求救 又在偷想 别演示了 我都看见了 你有没有发现 每次你开心的时候 都会忍不住戳我的脸颊 对 就像这样 你的手指上 好像沾染了一些巧克力 嗯 甜度刚刚好 人生最幸福的事情 大概就是躺在你的掌心中 品尝巧克力的甜美吧 衣服也沾上了巧克力 没关系 不用急着去洗漱室 反正也已经弄脏了 不如再让我多尝一会儿巧克力的味道吧 姐姐的指纹 每一轮 每一圈 我都可以清晰地描抹出来 别 别突然受尽掌心 你也想描摹我的轮廓和触感吗 再这样下去 全身上下都要沾满巧克力了 等下 等下 你也会帮我清理干净的吧 姐姐 说好了 说好了 那就 再让你为所欲为一会儿吧 我先摆下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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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